又是热搜2023年7月8日,热搜前榜 李文的丈夫发了一个帖子,一个内容 说李文老公叫乐玉民发完复告之后 对李文表示,再次表示哀悼 然后又把自己的社交账号改成了 我一直对他很好,愿你安息 我亲爱的妻子李文 我天哪,山崩地裂了 海啸般的这个东西就来了 然后呢,大家呢,都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难以接受 你还要点脸吗,贼喊做贼 把你挂在路灯上,挂在墙上 你才老实是不是 你老出轨,你三番五次的 你不出轨,李文也不会死 还没解除婚姻关系 幸好李文遗嘱写了财产归老妈 否则老白男还继续坑他的财产 你要点脸吧,你要是不出轨 还不会得抑郁郁症了 渣男滚蛋 你对他那个好就是出轨吗 你他妈真贱 如何如何 我也不知道这个家伙能看得懂中文吗 下面立即有另外一条新闻 就是在这个热搜榜下面 说这个李文老公富豪身份 存疑 有网友赛出李文老公任职的力标品牌 联系方式 对此李文二姐李思琳的社交平台回应称 这不是他的公司了 他已经被人家撤职很久了 这家公司的真正老板冯氏也被嗨惨了 你们不要打错电话 看来这个李文的二姐对这个 对这个李文的老公有意见 APP查立标品牌成立于2014年5月 7月在港上市 主要公司股东是包括金轮控股 冯郭伦 一堆的外国人 而李文的老公乐玉民并不是主要股东 2020年的年报显示 该公司总资产人业利润持续降低 2022年7月退市 2019年乐玉民是减持了力标品牌的36,600股 套现成功 我相信这个李文的自救能力比任何人恐怕都强大 李文自己不知道对这个事是一个什么状态 至少在他生前没有对这个事好像有什么说法 是吧 反正是让一下洋鬼子查一查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铁圈 我本人是对这个他的道德不是很感兴趣 这个洋人洋鬼子的什么时候能可以他的道德能可以影响到我呀 是吧 道德说摧毁我 道灵人灵我都很难啊 我说的意思就是有些个朋友这个道德益处的太多太高 是吧 你那个有限的这个道德 你救济救济你的生活不好吗 是吧 你比李文厉害啊 真的也未必是吧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